以后拿这两点超话把子的人呢 最后还得补上一刀 说你看还有那满文诏书 这怎么改着啊 对对对对 他们说的都对 只不过啊 就是略微肤浅了一点 他们呀矫情啊 都没矫情到点上 哎 您看我给您说个问题 您看看在理不在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流石 这说来啊 这人不能随便的定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这计划啊 它远没比变化快 本来啊 那我是这么琢磨的 咱们呀要是讲印提呢 就先从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 印提是如何发迹起来的 如何被父亲重视 再来呢 就得讲讲 他和八爷党 其他骨干之间互相的串联 然后就是印提 以亲命抚衍大将军王的身份 是如何争稀的 还得稍在手的 讲讲青海平乱 对这个满葬融合 汉葬融合的一些重要意义 最热闹的地 就得说说呀 在这康熙大丧的时候 这雍正和大将军王 允提是怎么掐起来的 说实在的呀 这印提这个名字 前后怎么改名 是改过几回呀 我对这个东西没兴趣 即便讲呢 也是在咱们正片里边的 一个小插序 可是我发现呢 很多好朋友 在留言里边都问我 哎你闹清楚了吗 人家十四爷 不是叫印针吗 这印提 不是后来这雍正皇帝登基 才把人家这针改成题的吗 得嘞 既然大伙有这么多的疑问呢 这粉丝的需求啊 那就是我的使命 今天呀 咱们就掰着掰着 这老十四他到底叫什么 这活一针干起来呀 我才发现 这事他不得好考证清楚了 有人就说了 这不难啊 这个 你要觉得那青石稿 它是后来写的 有诗真的地 那你就比较这个 清圣祖实录 和这个圣祖起居住 不就结了吗 这不都是人家康熙本年写的吗 您这就太小瞧 这雍正皇帝了 雍正登基以后 他主要改的 就是起居住和圣祖实录 我知道很多好朋友 对这件事情 感兴趣的那个点啊 就在康熙皇帝的 传位诏书上 也就是大伙总说到的 康熙皇帝遗诏 当然了 我知道我的听众 都是高档玩家 咱不聊那个低档次的话题 什么把石改成鱼啊 什么把针添了几笔 改成针啊 其实编这种瞎话的人 他挺可恨的 您算去吧 那毛笔 他不是钢笔 这样的东西 他改来改去的 那还不得一割的一块的 喜欢拿这两点 抄话把子的人呢 最后还得补上一刀 说你看 还有那满文诏书 这怎么改着啊 对对对对 他们说的都对 只不过啊 就是略微肤浅了一点 他们呀矫情啊 都没矫情到点上 哎 您看 我给您说个问题 您看看在理不在理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 驾崩畅春元 在康熙皇帝 离世的一天以前 这四个印针呢 当时并没在畅春元 他奉负命 去南郊祭天了 就连这雍正皇帝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在场的 有自己的众兄弟 和这个九门提督 龙克多 这老皇上在病榻前 就交代遗嘱了 皇四子 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并能克成大统 着际皇帝位 但是我们想啊 当时老皇帝得的是脑鱼血 而且啊 病来得及 死得快 在投死之前 能不能这么清楚 利索的把这句话 叙述清楚 完整呢 我想啊 多数情况下 就是一句 传为于 因真 那要是正按照这个说法 在康熙六十一年 在青海平叛的大将军王 十四阿哥 当时的名字就是印真 老皇帝这句话说出来 那还真不一定 是要把皇位传给谁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 把自个兄弟名字 前面的印字 通通改成了云 他对外界宣称啊 这兄弟们需要避讳 所以不能跟他的名字 叫一样咯 说到这个印字啊 还有个小笑话 就在前天 有个朋友问我 说你看 这康熙皇帝 这孩子名字多难听啊 还印纸 干嘛不叫印书 嘿 您错了 这印呢 是子嗣的意思 纸呢 是福气的意思 印纸啊 就是子孙后代有福气 您瞧 这名字若吗 他高了去了呀他 可是他再高也没办法 后来都被雍正皇帝 统统改成了允字 那这会儿 是不是就有人问了 那既然这事儿 如此之关键 那到底是改没改 怎么改的 什么时候改的 这名字到底是叫印提呀 还是叫印针呢 你倒是说呀 说书的 得嘞 前边全算我废话 咱们立刻就交的这件事儿 要想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啊 什么青石稿啊 青石路 起居住啊 您都甭看 您呢 得查一份皇家的专属档案 这份档案啊 叫御碟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御碟呀 是内务府专门造册出的皇家的家谱 那么咱们要是查御碟呢 咱们就得查这康熙年的御碟 因为这个御碟呀 到了雍正年的时候 再提及老十四啊 那已经叫允提了 在投了御碟之前呢 我得跟您交代清楚了 我对这御碟所载的这些消息 是完全信任的 不光是我呀 很多历史学家 包括这痕迹鉴定专家 和这个考古工作者 都证实这个御碟 没有篡改和替补的痕迹 有兴趣的 您可以预约一下 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查去 在康熙年 内务府一共修过四次御碟 分别是康熙27年 36年 45年和54年 那咱们先从啊 这康熙27年 那本御碟开始说起 这康熙27年的御碟呀 上边压根就没提到十四皇子 有人说不对呀 康熙26年的时候 十四皇子出生 那27年修御碟 为什么没给人家贴上去 这御碟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呀 我跟您说 因为呀年纪小 尚在强暴当中的皇子 不载入御碟呀 这事儿没毛病 那会儿的十四皇子啊 惹定还没名字呢 跟您现在呀 家里要是喜得一位公子 或者说是喜得一位女公子 不一样 现在的人呐 恨不得刚坐胎 这名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那会儿不行啊 医疗水平不发达 包括皇家在内也是如是 所以说呀 得整着孩子长起来 三四岁之后立住了 才给起名字 什么 我说这话您不信啊 荣亲王您知道吗 就是那个顺治皇帝 和董岳飞 孝宪皇后 所生的那位二个 顺治皇帝的最爱 虽然啊 排行在六 但沾不沾的 就跟别人说 此为朕第一子也 这有情一代 这身份高贵 让爸爸疼 爸爸爱的孩子 还能比过他去吗 顺治十四年出生 到了顺治十五年的时候啊 就轰逝了 也没名字 只有一个荣亲王的绝号 那么既然康熙二十七年 预叠上没载入十四皇子 咱们只能往下看了 咱们看康熙三十六年 内务服转修的预叠 在这上边啊 一共提及着皇十四子两次 清清楚楚写着 都叫做印提 可是啊 到了康熙四十五年的预叠 出差了 在这上边啊 第一次提到十四皇子的时候 还是印提 可是到了第二次呢 就变成了印针了 您没看错啊 这公平上打的这两个字 没错 就是印针 和这四个印针呢 是同字同音 清朝的时候 颁布诏书和圣旨 是这样的 要写一份满文的诏书 还有一份汉文的诏书 这两份诏书啊 是分别写的 可是呢 这御碟不一样 这御碟呀 是前边写汉文 后边就后坠着满文 那有人说 就是内务符笔贴式造预叠的时候 写错了 把人这印提啊 写成印针了 我跟您说吧 错是错了 可是没这么简单 指明是黄十四子的印提 和后边的印针 两边的满文不一样 黄十四子印针 和黄四子印针 后边的满文也不一样 可以肯定的说 当时内务符笔贴式 整理御碟的时候 把真字写错了 但是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 这印提啊 确实被爸爸改名为印针了 您听明白了吗 您要听不明白 我也就水平到这了 这鼻子尖都冒汗了 也就是说 在康熙四十五年的御碟中体现出来 或者是在四十五年 或者是在四十五年前一二年 这康熙老皇帝真的把十四子印提 改名为印针 有人说这也不是什么难题啊 接着往下看呢 这问题不是越来越明朗化了吗 哎 康熙五十四年的御碟 找不到了 再往下翻呢 就是雍正年的御碟了 这十四爷呀 就变成允提了 那么自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文献可查了吗 哎 其实也不是 有一份东西呀 它虽然也叫史料 但是啊 我是不太信得过的 因为这份史书 来自那个咱们并不怎么实在的邻国 邦邦史密的 哎 对了 就是那本《李朝时录》 这有的时候啊 这个《李朝时录》 确实能佐证和这个弥补一下咱们中原的史料 不过呢 多数情况啊 全是道听途说 您呢 可以拿它当《山海经》看 嗨 拿它比《山海经》啊 咱们都比大发了 那鲁迅先生怎么说的来着 这个史记啊 是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要这《李朝时录》让我说呢 那就是史家之静花园 那这册《李朝时录》里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这康熙61年的时候啊 这朝鲜派到清朝 祝贺东智的正史啊 叫李魂 哪个魂呢 哎 巧了 就是那魂蛋的魂 这副史啊 叫李万选 这转过年了呀 就是雍正元年 这帮的人啊 就回朝鲜了 到了朝鲜 他们和他们那个德王啊 就汇报了 《李朝时录》记载 十四王从军前召回 曾因康熙照命问题 到宗仁府制队 此时宗仁府坐有记录 记录本封面最高行有诸笔写的十一个字 指 印针 萧去王爵 仍存被子 无论您怎么想啊 总之我是对《李朝时录》这段记载啊 表示有些怀疑 咱们说一句 尤伟世界大同 这帮帮可能不爱听的话 主国使臣如下帮之主 那这下帮的使臣 那是主国的什么 哎 您自己想去 咱们这不深说 所以这个朝鲜共使啊 那威莫小利 他们能不能接触到宗仁府这样的秘密单位 那么一本基要的文件呢 所以在这啊 咱们就要来一个选项卡了 您觉得这《李朝时录》里边写的这句话 它贴谱吗 我呀 就是不爱跟他掰着 这里边啊 它还有一个bug呢 上面写着呀 记录本封面最高行 有朱批写的十一个字 咱们掰扯这句话啊 中国古人写字啊 都是竖写 那第一行 我们称之为首行 至于这最高行三字 所表达的意思 那明显是横着写的呀 这朝鲜人这走的是什么心路啊 呃 琢磨不透 开玩笑啊 这个观点是宋子 咱不学术啊 那如果我想把咱们这期小片啊 顺利的结尾 那必然又得回到原点 回到哪啊 还是康熙皇帝那份传媒诏书上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 来掰扯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驾崩的时候 皇十四子当时的名字 到底是叫做印针还是印提 那无非呀 就是要说明那份传媒诏书的真实性 您如果认为确实有那份传媒诏书 那么在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 无论这个十四皇子 当时是叫做什么 都不影响那份诏书的真实性 什么传媒十四皇子 改成传于四皇子啊 这个印针改了几笔 天成印针呢 这些谎言啊 就显得都非常的无力了 因为这份遗嘱 一旦写成诏书 他就必须遵循诏书的格式 这上面广写着 黄四子印针继承大统是不成立的 他必须要写呀 黄四子雍亲王印针继承大统 这才是诏书中提到储君应有的格式 这四子好改 这印针的真好改 您告诉我 这雍亲王这几个字怎么改去呀 得嘞 本来想呀跟您多聊会儿的 可今儿咱这时间呀 全耽误在这末头上了 这道不道的呀 还请您给我留言 关注点赞准发 是您对我最大的支持 得嘞 今儿天儿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您记准了啊 这下一回精彩回目 印提才要争青海是绝风 大将军王 拜拜